忙碌了一天可真累啊 没想到现在都已经那么晚了 好困我感觉我的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 算了不管了我现在必须马上得去睡觉才行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方快哥 大家都放学了吗 放学了的可以在评论区打上放学咯 好了我现在要去睡觉了 再不睡觉我的眼睛都快要困得睁不开了 晚安世界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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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什么东西 僵尸僵尸哪里来的僵尸 难道是我太困眼花产生幻觉了吗 对视的没错一定就是这样 我现在只要去睡觉就行了 哦等等这怎么可能 助手快停下你这个可恶的家伙 不然我就要对你不客气了 我不不不你是谁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请你不要伤害我 快给我离开我的房子 你这个愚蠢的僵尸 别以为我真的会怕你 我是来自红月的族人 我会嘎了你跟你的朋友的 但我会先从你开始 等等这怎么可能一直会说话的僵尸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滚出我的房子 你这个可恶的家伙 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 我想我最好先赶紧离开这里 不然照这样下去的话 我可能真的要被他给嘎在这里了 快跑快跑 我得赶紧离开这里 这一切都太可怕了 为什么会凭空出现一只 会说话奇怪的僵尸在这里 难道这就是我熬夜的惩罚吗 等等刚刚那只僵尸在说什么 他说他是来自红月的僵尸 然后还要伤害我的朋友 红月什么红月 等等不好我的朋友 那不就是大傻春吗 我不不好啊 大傻春有危险 我最好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傻春 让大傻春赶紧远离他的房子 离开这里 黑快醒醒大傻春 快醒醒大事不好吗 大事不好了 怎么了怎么了 什么大事不好了 方快哥你大晚上的不睡觉 在这里胡说八道些什么 听着大傻春 我们可能要有大麻烦了 就在刚刚我被一只奇怪的 会说话的僵尸给袭击了 什么会说话的僵尸 是的没错 天哪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僵尸 他对你说了什么 他说他是来自红月的族人 然后还要嘎了我跟你 什么什么红月 什么是红月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我们最好找出 他所说的这个红月是什么 这样才能打败他们 一直待在这个房子里面 是解决不了那个僵尸的 让我们出去找到 他所说的那个红月 用武器来击退他吧 哦等等快看那里方快哥 我找到红月了 我找到红月了 什么红月在哪里 红月在哪里 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 月亮居然变成红色的了 大傻春我想我已经知道 这一切发生的原因了 传说每当红月降临 河水会全部变成红色 然后像熔岩一样滚烫 血族僵尸还会被唤醒 而刚刚的那只会说话的僵尸 一定就是被红月所唤醒的血族僵尸 血族僵尸 是的没错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要做的就是摧毁掉这个红月 否则我们的村子将会被那些血族僵尸 给全部占领的 现在那些血族僵尸正在不断的觉醒 而刚刚的那一只绝对不是仅有的一只 而是这些血族僵尸其中的一员 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想办法 打败摧毁掉这个红月的话 那么我们的世界和村庄 很快就会被这些血族僵尸 给全部侵占了的 虽然这听起来很难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得这样做 拿着方块哥 这是我给你带的武器 谢谢你大傻春 出现了的僵尸给消灭掉 让我们先去把我遇到的 那个奇怪的家伙给消灭掉吧 在我来找你之前 他还在我的房子里面 我想他现在应该还在那个附近 事不宜迟让我们回到我的房子里面 消灭掉那个可恶的家伙吧 不过那个僵尸真的很强大 他比我之前所遇到的所有僵尸 都要强大的多 所以我们在对付他的时候 一定要万分小心才行 好了前面就是我的房子了 让我们看看那个可恶的家伙 现在躲哪去吧 快给我出来你这个可恶的混蛋 别想就这样躲起来 我天到我的房子 我一定不会就那么轻易的放过那个可恶的家伙 我可怜的房子 现在已经被那个血族僵尸给摧残的不成样子了 他到底躲哪去了呢 快给我出来你这个卑鄙的家伙 有本事就出来迎战了 我不等等那是什么 小心大傻春 快离开那里 那里有个奇怪的家伙 我快用我们的武器来消灭掉他大傻春 没错就是这样 干得漂亮 这个到底是个什么生物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怪物 我也是 我猜这个也许跟那些血族僵尸一样 也是来自于那个邪恶的红月 看来除了那些血族僵尸 那个红月还会召唤出各种奇奇怪怪的怪物出来 等等是僵尸的声音 我听到了那些僵尸的声音了大傻春 那些可恶的血族僵尸一定就在这的附近 让我们四处搜索一下 就算是要决第三尺我也要把它给揪出来 为我的房子报仇 越来越近了 那些僵尸一定就在这的附近 而且肯定还不止一只 我们最好小心一点大傻春 哦等等是僵尸 是那些血族僵尸大傻春 看到了吗 他们就在那里的前面 是一只血族僵尸大军 我想我们最好先离开这里大傻春 因为他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不会是他们的对手的 这一切都太恐怖了 越来越多的血族僵尸开始出现 我们该怎么办方块哥 照这样下去 我们的村子很快就会沦陷成为这些血族僵尸的巢穴的 让我想想一定还会有其他的办法的 方块哥我想到了的办法 什么办法 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尝试去睡一觉 睡醒天亮之后一切就都会过去了 因为只要白天一到月亮就会消失 我想即使是红月也不会例外 虽然但是 我觉得红月可能并没有那么容易就会消失大傻春 可是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呢 万一成功了呢 好吧 那就让我们试试吧 希望真的能像你所说的一样一觉睡醒后 这个红月就会像普通的月亮一样消失 好了现在让我们回去睡觉吧 晚安大傻春 晚安方块哥 希望明天将会是新的一天 哦现在应该已经到早上了吧 昨晚一整晚我都睡得很不踏实 一直梦到我们的村子被那些血族僵尸给摧毁掉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红月是不是真的消失了 我不知怎么可能 夜晚还是没有离去 这也就代表着红月没有消失 我就知道那个红月绝对不可能就这么轻易消失了 我天哪方块哥不好了 快过来看 天哪这些是什么 一只血族僵尸大军跟一些奇怪的外星人 他们为什么要聚集在那里 他们想干什么 难道他们想摧毁掉我们的村庄吗 我想我们不得不跟那个红月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了大傻春 为了保卫我们的村子 我们必须得出发去到那个红月上面去了 不过在出发之前 我得先消灭掉这群小喽啰 虽然你们很强大 但是我想即使是在强大的敌人也没法抵挡到了这些火箭筒的攻击吧 给我嘎巴你们这群可恶的家伙 成功了我们成功消灭了那群可恶的家伙 可是我们该这么到达那个红月上面去的方块哥 我们没有宇宙飞船 我们没法上到那个红月上面去 一定会有其他办法的 这些怪物之所以能抵达这里一定是红月给他们开通了某个入口 我们只需要找到那个红月的入口就能上到红月上面去了 我现在有一种强烈的预感那个红月的入口就在我的房子里面 事不宜迟让我们赶紧回到我们的房子里面去检查一下吧 前面那里就是我的房子了 哦天哪看看这个大傻春 看到了吗 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传送门 我果然没有猜错 那个红月的入口就在我的房子里面 你确定这个真的是红月的传送门吗方块哥 是的我敢保证 这个传送门一定能把我们传送到红月上面去 事不宜迟让我们走吧 红月我们来了 大傻春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已经成功抵达这个红月的上面了 不敢置信我们居然真的来到了这个红月上面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方块哥 我想我们现在需要想办法先离开这里 进入到红月里面弄清楚该如何销毁掉这个红月 好吧看来这个红月上面的守护者早就料到我们会来 早早就派了个怪物坚守在这里 让我们下去把那个怪物给消灭掉吧 让我们走吧 冲啊 你这个愚蠢的大块头有本事就过来打我们了 别以为你会是我们的对手 给我们下地狱去吧 你这个可恶的家伙 给我嘎 哦天哪成功了 我们成功干掉了这个红色大块头 我们做到了万岁 不过先别高兴的太早大傻春 因为这仅仅只是个开始罢了 其他的怪物在等着我们去战斗 我们必须得打起十分的精神才行 一个奇怪的房间 我想我们得上到这个房间的顶部那里 只有穿过这重重关卡 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消灭摧毁掉这个红月 保卫地球保卫我们的村庄 跟我想的一样 这些关卡真的很难 但是即使在困难我们也不能放弃 因为现在我们是整个村子里面唯一的希望吧 坚持住大傻春 我想我们一定能成功的 完美成功抵达 我们做到了 让我们继续前进吧大傻春 我不好小心大傻春有怪物 这里又有怪物出现了 快快拿出我们的武器做好战斗准备 好吧来吧 让我们合力消灭掉这个可恶的黄色大块头 别想欺负我的朋友 给我嘎你这个可恶的家伙 好了 我们成功消灭掉它了 真是有惊无险 幸好我们都没有受伤 我感觉这里就像是个迷宫一样 我们得想办法赶紧从这里出去才行 方块哥我感觉有点害怕 这里面会不会有更强大的怪物 我们真的能打败他们吗 别害怕大傻春 我们一定能做到的 而且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保护你的 等等这里有个奇怪的隧道 让我们走吧 或许我们能在这里面找到些什么有用的东西 这里是哪里这是个什么鬼地方 我想我们或许已经进入到这个红月的内部里面了 哈哈哈哈你们终于来了 你们好啊方块哥大傻春 等等你是谁 你为什么会知道我我们的名字 我是这个红月的统治者 等等什么你是这个红月的统治者 请你马上撤离那些奇怪的怪物和消失离开我们的星球 我们地星球不需要你们 这可由不得你们 除非你们打败我 不然我是绝对不会撤离我的红月军团吧 不过就凭你们可打败不了我 因为我无所不能 没有人能杀得了我 好吧这可是你逼我们的 让我们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那么的无所不能 上啊大傻春 让我们一起来消灭掉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 虽然你很强 但是团结的力量要比你想象中的更加强大 给我嘎吧 天呐成功了 我们成功消灭掉了他方块哥 我们做到了 我不好红月开始发生了剧烈的晃动 我更加这里马上就要爆炸了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出口出口在哪里 我们得赶紧找到出口才行大傻春 这里马上就要被摧毁掉了 我可不想跟这个鬼地方同归于尽 那个是出口吗 我感觉那些火焰下面那里就是个出口 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要扑灭这些火吗 我们会不会永远都要被困在这里的方块哥 别担心大傻春 我们会没事的 我们一定能够离开这里的 让我扑灭掉这些火 这个或许就是这个红月的生命之火 只要扑灭掉它 我们就能回到我们的星球上面去了 不不不不不等等这是怎么回事 哦天呐这怎么可能 我们回来了 我们成功回到了地球上 快看那红月消失了 我们成功打败了红月 月亮终于恢复了正常的样子 我们做到了 我们是这个星球的救星 看来今晚终于可以好好地睡个好觉了 让我们回去睡觉吧大傻春 我是姐姐 早上好啊 同学们这一觉睡得真不错 奇怪 怎么感觉有一点晃悠 我的天这是什么 为什么我家里面有水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 我的天呐 我的家变成池塘也就算了 里面怎么还有这么多食人鱼 它们是从哪里来的我的天呐 我这是在做梦吗 我的所有家具都漂浮了起来 我得赶紧拿上我的钻石宝剑 只要有了武器 对付这些食人鱼就容易多了 等等什么情况啊 快看啊 外面全部都被水给淹没了 昨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的村子全部变成了池塘 难道半夜的时候海啸偷偷摸摸来临了吗 现在的情况很糟糕 不过首先我得把家里的这几条时间一点 请你干净 不然它们会一直攻击我很好 把这几个小麻烦给清理掉之后 我想我得离开这里 我的天啊 连我的客厅里面也被水淹没了 而且里面也全是食人鱼 这下情况有点急手 我必须得把它们全部干掉 不然我根本离不开这座房子 这些鱼实在是太多了 即使有一把钻石剑也很难轻松解决掉它 尤其是我还在水里面 根本不好发挥 我讨厌现在的清醒 挖累死我了 不过还好把食人鱼全部干掉 现在情况很不妙 我得必须赶紧找到麦琪 不知道它现在情况怎么样 整座城市全部被水淹没 我想找到麦琪估计有一定的难 我得赶紧去仓库拿一个小船 如果靠游泳的话 估计猴年马月也去不到麦琪家 希望那些食人鱼不会咬烂我的船 不知道它有没有清楚现在城市的状况 难以想象麦琪看到这座城市 被水淹没是震惊的场景 好了 这是麦琪的家 我来到了 这艘小船进不去 我只能游进它的家 黑我的天啊 麦琪的家居然没有进水 所以我的世界只有我这个倒霉蛋的房子被水淹 麦琪你在家吗 麦琪 赶紧出来大事不妙 好吧 这个呆瓜居然还在睡觉 麦琪赶紧起来吧 结结 干什么呀 我昨天熬了一个通宵 你还不让我睡觉 出事了 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 出什么事情了 只言片语说不清楚 我还是建议你到外面去看看 看看这座城市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相信你绝对会震惊的好吧 我倒要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如果你敢骗我 你就死定了 哎呦我的天啊 救命啊 我怎么突然掉进了河里 老天爷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些谁是从哪里来的 而且这里有这么多食人鱼 究竟是怎么回事 简直太可怕了 说实话我也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一觉睡醒发现我的家都被水淹没了 不过麦琪你很幸运 你的家并没有这么多水 我的天啊 这是世界末日了吗 什么情况 你就知足吧 麦琪我今天早上一觉睡醒水 和食人鱼就在我的床边 你理解我当时是什么心情吗 而且我经历了重重困难 才抵达了你的家里 现在情况很不妙 我想我们得拿上武器 去检查一下村子 还有没有别的幸存者 走吧姐姐 我们必须得把这群讨厌的臭鱼 全部解决掉 否则我们出行 它们将是最大的阻碍事的 如果数量太多的话 我想它们会连我的小船 也一起砍掉 这群食尖鱼的数量也太多了 它们的牙齿还非常锋利 被它们咬到一定很高 这些食鱼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奈琪打不过了 赶紧划船离开这里再说吧 好吧 船怎么这么小啊 废话不多说 我直接坐在你头上 姐姐下次能不能搞一个大一点的团 你就知足吧 有船坐还废话那么多 你要是不想坐船 你可以下去游的 好吧好吧 我不嫌弃这艘小船了 2号这座城市的所有设施 全部漂浮在水面上 就连学校里被淹了 快看看学校里面还有很多小朋友 它们因为被水淹落回不了家了 等等我们得去救它们 孩子们你们在这里干嘛 救命啊 姐姐麦琪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上完课下来就发现全部被水淹了 我们被困在了这里 就连我们的足球场也未能幸免 好吧 麦琪 我们必须得救这几个孩子 孩子们听我说 我们一定会把你们护送到安全的地方 现在你们就跟在我的身后 千万不要掉进水里 好的麦琪你在前面带路 我在背后断后 我的天哪情况不妙 这里怎么会有鲨鱼呢 麦琪你赶紧先附送这群小孩 到学校里面围巾至极 我们只能先躲在学校里 我们赶紧把那些鲨鱼 能进来的洞口全部封起来 简直太可怕了 这个鲨鱼出现的有点意外 是的 河里有食人鱼也就算了 连鲨鱼都来了 它可比水雨危险多了 它一口就能咬掉我们的小猪 麦琪姐姐我们的储物柜里面有木板 你们可以拿这些木板去封住门窗 是吗 那简直太好了 快走 我们去拿上木板吧 数量还挺多 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走吧 我们赶紧用木板把学校的门窗都封锁住 孩子们你们的木板刚好派上了用场 你们去哪里来那么多木板 这些木板都是我们今天上劳动课的时候收集的 那我们简直太幸运了 节节外面的鲨鱼好像安静了 不过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 我们一样需要使用木板 把这些窗户封起来 是的 我可不想让这个臭鲨鱼闯进来 好了 这些窗户和门已经全部封锁完毕 现在这所学校很安全 孩子们你们暂时要待在这所学校里面不要离开 节节我们去找点武器击败这个鲨鱼吧 你说的没错 我们赶紧行动起来吧 这个教室似乎没有什么东西 我们去哪里能够找到武器呢 我们开窗看一下后面 黑等等麦青你没有发现这里很奇怪吗 这里居然没有水 我想大概是那些水还没有蔓延到这里吧 好吧 也许是这样 你看那个鲨鱼还是死死的守在学校的门前 我们要从鲨鱼的旁边偷偷默默绕开 千万不要被它发现 万一被它发现我们就完蛋了 是的 我们在这些树上行动非常方便 并且它还能隐藏我们的踪迹 我们得赶紧到警察局里面寻求警察叔叔的帮助 终于到了 希望我们能够找到支援 如果有了警察叔叔的帮忙 我们一定能非常轻松的 就击败那个可恶的臭鲨鱼 现在我们就到警察局里面去报案吧 这里怎么没有人呢 我们寻找一下吧 估计因为洪水的阻碍很多 警察叔叔没有能及时赶到 哈喽 你们两个来警察局有什么事吗 警察叔叔我们碰到麻烦了 整个城市全部被洪水淹没了 是的 你们所说的情况我们已经接到过通知了 我们所有的警员已经全部出去救援 并且我也要出动了 现在我们警力不足 那么警察叔叔你能给我们一点武器吗 在学校里面困住了几个孩子 并且外面还有一只臭鲨鱼 我们得把那几个孩子救出来 好的没问题 这是我的武器 你们小心一点 好的警察叔叔 谢谢你的武器走吧 节节 我们现在有武器去救那群孩子了 是的 希望那几个孩子一切安好 我们赶紧回去吧 他们太小了还没有治保能力 那是肯定的 希望他们几个能听话不要乱跑 我们已经成功来到了学校自己受鲨鱼 我成功拿到了武器 看起来他血条有点厚啊 击中了那么多枪都还没有死 那就继续看看究竟是你的头体还是我的子弹体 快点解极 他马上就坚持不住 太好了 我们成功消灭这只可恶的鲨鱼了 我们赶紧去学校里面看看有几个孩子们 好的我们走 孩子们你们还好吗 是的 我们没事 我们已经把那个臭鲨鱼消灭掉了 现在可以带你们离开这里了 你们赶紧跟着我们 不要钓队 哇 你们两个实在是太酷了 居然连大鲨鱼都能消灭 对于我们两个来说 简直是小意思 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呢 放心吧 我和麦奇会把你们几个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们到了真是警察局 警察叔叔一定能保护你们几个的安全 你们先待在这里 警察叔叔已经全部出洞去拯救其他人了 但是多亏了警察叔叔给了我们武器 才能消灭那个鲨鱼 否则我们根本没办法打败他 哇 警察叔叔和你们也太苦了 是的 现在这几个孩子待在警察局是最安全的 并且我们不知道洪水什么时候才会退散 我在这里搭建了三张床 你们几个孩子先去休息吧 而且忙活了一天了 我们两个也很累 是的 我们还是赶紧先休息一下吧 有什么事情等明天再说 好的晚安 同学们 早上好啊 姐姐快点起床 早上好 麦奇你怎么起这么早 那几个孩子还在睡觉 我们别吵醒他们 先去查看一下 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况吧 你说的没错走吧 我低天啊 姐姐快看啊 这里所有的水都不见了 是的 这可真是一个不错的好消息 现在我们再也不用担心鲨鱼和食人鱼的攻击了 你说的没错 没有了水这些食人鱼全部躺在了 地上动不了 他们再也不能伤害我们了 你说的没错 反正只要洪水消失 重建家园不再是问题 我们终于熬过了这一次的洪水灾难 紧急通知 紧急通知最近我的世界中 出现了多起村民失踪事件 由于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过于诡异 导致专业调查组至今没有任何进展 因此还请各位村民注意自身安全减少外出 天的铁柱你刚刚听见了吗 新闻上说最近出现了多起村民失踪事件 而且这些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非常的诡异 这真的是太恐怖了 是啊 郡哥你说那些犯罪嫌疑人 不会找到我们这里吧 铁柱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呀 不过我们最好去帮助一下 调查组的人员抓住那些嫌疑犯 要不然的话肯定会有更多的村民受到伤害的 好的 郡哥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由于那些嫌疑犯非常的危险 所以为了我们的安全起见 我们先去仓库里装备一些武器 和防身的盔甲用来防身 就是这里拉我们快点进去把铁柱 天邻郡哥这里居然有这么多的豪华武器 还有两幅防御力极高的悬铁盔甲 真的是太厉害了 是的 铁柱有了这些武器 我们肯定就能帮助调查组抓住那些嫌疑犯的 郡哥我现在感觉我身上充满了力量 事不宜迟我们快点出发吧 要是多耽误一秒村民们就会多一秒的危险 好的铁柱我们这就出发 为了更好的便于我们查到嫌疑犯 我们先去那些失踪的村民家里 搜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线索 郡哥我们都在这里找了好长时间了 还是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 你说那个嫌疑犯是不是会什么特异功能呀 铁柱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可以看得出这个嫌疑犯的行踪非常的诡异 等等铁柱你也没有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 好像是从外面传出来的我们快点去看看 天的郡哥你快看村子的外围 好像出现了什么东西 是啊铁柱我们的村子外围什么时候多出了的建筑呀 而且那里面还这么多的奇怪村民和动物 这真的是太奇怪了 郡哥你说这个凭空出现的建筑 会不会和最近的村民消失时间有关 很有这个可能铁柱走 我们悄悄的潜伏过去观察一下 铁柱我们最好小心一点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建筑 究竟是谁建的会不会对我们有乐意 郡哥你快看这些村民 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这些不就是最近村落中消失的村民吗 是啊铁柱原来他们都被抓到这里来了 那郡哥我们现在快点把他们救出来了 铁柱先不要冲动我观察了一下 看他们的这个样子感觉有点不对劲 好像是被某种病毒感染发生了变异 如果我们就这样把他们放出来的话 恐怖到时候整个村落都会遇见危险的 那郡哥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有了铁柱我们先偷偷的潜入进去 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嫌疑犯的藏身地面 那样的话我们就能弄清楚那些村民 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帮助他们恢复 好的事不宜迟我们快点出发吧 首先我先用土质方块搭成梯子 跳到围墙上面潜伏过去 看看四周有什么可疑的东西 看我直接一个大跳跳到对面的围墙上 遭了铁柱看来这个围墙被人做过特殊处理 我们没办法在上面占领身心 郡哥我也掉下来的那些村民 好像都朝着我们看过来了 是的铁柱为了防止那些村民攻击我们 我们必须快点使用土质方块 搭建一个高台保护自身安全 郡哥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那些变异的村民已经发现我们了 只要我们从这里下去 村民们肯定会疯狂攻击我们的 是的铁柱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的危险 必须要尽快想个办法逃出去 不然等嫌疑人发现我们 到时候我们肯定也会像那些村民一样 有了铁柱我们可以使用白博士 上次给我们的隐形药水呀 只要服用了这样药水 我们就可以短暂的获得隐身的能力 是啊郡哥你不说这个我差点都忘了 我这就从包里把这个药水拿出来 好的我们快点喝下它试试吧 真希望白博士没有骗我们 天的郡哥真的成功了呀 我现在已经完全隐身了 是的铁柱看来隐形药水的能力很强大的 但是为了我们能够完全的迷惑下面的变异村民 我们最好还是把身上的盔甲收起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完全的隐身了 真的呀郡哥现在那些村民已经察觉不到我们了 铁柱我们赶快趁着隐形药水的功效 在这四周观察一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出口 郡哥你快看这里居然有这一个这么大的坑 难道说这下面有什么东西 铁柱按照这个坑洞尺寸的大小 非常适合的当作隐藏基地 很有可能这里就是那个嫌疑犯的藏身地点 我们快点下去看看也许 找到这些村民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郡哥这里真的是太恐怖了 到处都是一些窟窿 你说会是谁挖掘这样一个暗道呢 铁柱看着周围的布局 我感觉肯定和一些邪恶组织有关 郡哥你快看前面有一个秘密基地 是的铁柱看来我们是来到了 那个嫌疑犯的藏身地点了 天尼郡哥看来我们猜得完全正确了 这里真的是一个女巫柱的地方 而且还有一些关于黑魔法的书籍 上面记载着很多如何破坏村落的方法 不好铁柱我们必须要阻止它 要不然话肯定会有更多的村民受到伤害 那郡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有了铁柱我们先将这里的一切恢复原样 避免惊动那个女巫逃离这里 然后在这里布置上一些摄像头 用来观察女巫的动向 等到时机成熟我们再将它彻底消灭 好的郡哥我们快点开始吧 郡哥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 那个女巫怎么还没有出现呀 会不会是发现我们了 铁柱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相信我们没有留下任何破绽 等等 郡哥你快看那个女巫出现了 她直接打开了大门走进了自己的基地 不好铁柱看她的这个样子 好像有要使用黑魔法做坏事了 我们快点过去阻止她 不然肯定还会有村民遭殃 终于悄悄地潜入境基地了 铁柱趁着这个女巫没有发现我们 我们最好先下手围墙给她强力一紧 好的看招把你这个可恶的女巫 让你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 太好了郡哥我们终于把这个女巫消灭了 是的铁柱我们成功了 特别新闻报道特别新闻报道 现插播一条紧急新闻 再过一个星期月球就会撞向地球 请个市民抓紧时间撤离地球 开什么国际玩笑 月球撞地球 现在的新闻怎么都开始胡说八道了 我还是去找大傻春玩吧 等等怎么回事月亮为什么看上去那么大 难道新闻说的都是真的吗 方块哥快看上面 月亮为什么看起来比平时更大了 大傻春你没有看新闻吗 新闻报道说一周之后月球将会撞上地球 我还以为是新闻在胡说八道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真的了 我们该怎么办 如果月球真的撞上了地球的话 我们就都完蛋了 如果我们不想死 我们就需要赶在月球撞上地球之前 把月球给摧毁掉 摧毁月球我们能做到吗 我不确定 但是我们必须得试试 不然我们就只能乖乖等死 快过来大傻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在房间里面藏了一些机关枪 或许我们可以试一下一起对着月球开枪 看看能不能把月球给炸毁 这能行吗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来吧如果成功了我们就是救世英雄了 不把全部子弹打完我是绝对不会停手的 准备好了吗大傻春 叭叭叭叭开枪开枪开枪 让我们射击月球 把呦叭叭我们在保护地球 是的我们在保护地球我们是大英雄 但我们继续努力 我们一定能干掉它的 等一下我们的弹药已经全部用光了 可是地球却丝毫不动 这是为什么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要完蛋了 别放弃大傻春 我还有更厉害的秘密武器还没上场 是什么秘密武器 跟我来 这是什么方块哥 看好了我要拉下拉单了 哇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导弹发射器 这太酷了 我们可以用这个导弹发射器 对准月球发射导弹 然后摧毁它拯救地球 这太棒了 能让我来发射这个导弹的方块哥 当然 你过去用导弹发射器 瞄准月球 然后拉动拉杆就可以发射导弹 瞄准了吗 瞄准了 好了发射吧 三二一发射 冲冲冲快点去消灭月球吧 不等等 怎么回是导弹射向了我们的村子 准确的说是射向了大傻春的房子 不会吧 有没有搞错 我的房子就这样没了 呜 因为导弹的射程太短了 到达不了月球那里 我们完蛋了 我们拯救不了地球 地球就要毁灭了 我们该怎么办方块哥 我们就剩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等等别太难过了大傻春 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一个武器 可以派上用场 是什么快告诉我 跟我来 我应该是把它放在了这个箱子里 让我找找我看到它了 就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这个世界上威力最大的TNT 这个TNT可以摧毁任何东西 月球也不出外 那还等什么 快让我们用它来摧毁月球 但是如果要想用这个来摧毁月球的话 我们必须去到月球上来点燃这个天地 阿可是我们要怎么去到月球上 这简直太荒谬了 我们不可能去到月球上了 我们要完蛋了 等等大傻春先别着急 我还没说完 其实在我家的后院里面 我一直藏着一个宇宙飞船 真的吗 你不会是在骗我的吧方块哥 就在这下面看好了 天哪方块哥 你居然真的藏了一个宇宙飞船 就在你家的后院就在这里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可以坐上这个宇宙飞船去到月球 然后再把这个TNT放在月球上 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太棒了 让我们快点出发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到月球上 摧毁月球拯救我们的地球 别着急大傻春 在我们去月球之前 我们需要先接受一些特殊训练 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到月球上 还有一个星期月球就要撞击上地球了 让我们抓紧时间开始吧 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开始训练了 首先我们得适应失重的环境 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失重训练 因为我们在这里跳落下降时 会处于一个失重状态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跟紧我大傻春出发吧 这种感觉好奇怪 是的因为我们在下落 我感觉我们疯了 这里真的太高了 我甚至都看不到地面 我们还在下落 我感觉我们现在就像在太空一样 这种感觉太棒了 我看到地面了 我们要落地了 好了我们的失重训练结束了 现在轮到下一个训练 如果去到月球上 我们会需要更多的体力和耐力 所以现在让我们一起加油锻炼吧 健身时间倒让我们开始吧 我感觉我在不停地出汗 我也是 让我们动起来 下一个我们要学习如何使用这些钻头 因为我们需要用这个钻头钻到月球的最深处 然后把那个TNT放进去点燃 才能成功地摧毁掉月球 让我们开始吧 让我们开始在地上挖坑吧 没错就是这样大傻春 你看起来已经非常的熟练了 我们要很好的掌握该如何挖洞 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我们居然挖到了一个地下水铺 让我们继续我们的钻头练习吧 加油加油加油 接下来的内容非常的重要 你要认真听好了大傻春 在宇宙中有一种叫做宇宙辐射的东西 这种辐射对我们的身体十分的有害 拿着这些药片能增强我们对辐射的抵抗力 吃掉它我们就能更好地抵抗辐射了 为了能够成功地拯救地球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要更加努力地训练 一周后 月球看起来离我们更接近了 我感觉它马上就要撞上来 我想我们是时候出发去摧毁月球了 让我们走吧 换上我们的航天符吧大傻春 好的没有问题 穿上这个我们就能够在真空中生存了 做好准备了吗 我们现在要准备出发去月球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方块隔 好的现在让我们进到宇宙飞船里面 坐稳了大傻春 我们马上就要起航了 准备好了吗大傻春 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 好的做好了大傻春 我们准备起飞了 321发射 飞船开始启动了 我好激动我们马上就要去月球了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到达月球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地球 距离已经非常的近了 我们最好快一点赶在月球撞上地球之前毁掉它 开始行动吧 让我们开始钻吧 从这里向下钻吧 现在是时候展示我们的训练成果 这跟我们训练时的一样 我们现在正在拯救地球 太酷了 我们是大英雄 我想我们已经到了月球的里面 现在我们要开始引爆TNT 大傻春听得现在我们要把TNT扔进坑里靠熔岩来引爆它 不过我们得小心 因为这个TNT的威力非常的强大 如果一点燃它我们就得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不然我们就得给这个月球给陪葬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这真的很危险 我需要在这里搭建一个桥梁来放上TNT 然后放上开关 我要启动它了 TNT掉下去了 快跑大傻春这个TNT掉下去了 快快快 快跑快跑 我们必须得马上离开这里 我们成功离开了月球回到了地球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最强TNT的威力 也我们成功了 我们成功摧毁了月球我们做到了 我们拯救了地球 我们是这个世界的英雄 我想你跟我们一样是这个村子里最后的幸存者 快到晚上啊 马上周围就会出现一大群僵尸 你可以先暂时收留我们一个晚上 让我们进去躲避一下僵尸吗 让你们进来可以 但是你们得给我付一千个钻石 可是现在是末日我们去哪里给你找那么多钻石 两个死穷鬼没有钻石还想进来 给我走远点 我不可能让你们进来的 求求你了帮帮我们 之后我们会付给你这些钻石的 客客你以为我会相信你们的鬼话吗 没有钻石就别想进来 大傻春别跟他废话那么多了 我们直接把锁撬开闯进去吧 哈哈哈哈两个大傻子别白费力气了 这个锁是我故意装上去的 就是防止有其他人进来 除了我没人能进来 你真的是太卑鄙无耻了 你不能这样做放我们进去 快放我们进去 停止你的行为 你要是再继续敲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你开枪啊 你以为我不敢开枪吗 浪费在你们这两个蠢蛋身上 我数到三 你们要是再不走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三 等等快看你身后 你后面有一大堆僵尸 哇哦听起来像真的一样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们吗 我们真的没有骗你身后 真的有一堆僵尸在你后面 你们要是敢骗我你们就完蛋了 哦不救命僵尸闯进来了 快救救我 快开门救救我 这个锁太牢固了 我们打不开这个门 我的枪马上就没有子弹了 哦不 他被僵尸给嘎掉了 没有办法因为他一个人 根本打不过那么多僵尸 方块哥 我想我们得找个高一点的地方 跟我来大傻村 大傻村看到前面那个房子了 他应该是这个村子里面最高的房子了 我们得上到那上面去 快跟紧我大傻村 这里实在太多僵尸了 他们无处不在 快跑别跟他们纠缠 我们打不过他们的 快进来 哦不这里也有一只僵尸 别让他咬伤我们 方块哥你没事吧 没事我们继续往上 这些楼梯上面全都是僵尸 我们该怎么办 别管他们 那里有一条梯子 快往上爬 房顶会安全吗 方块哥 我不确定 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了 我看到了一个密室 快跟紧我 小心点别被他咬到了 快进来大傻村快 我们得继续向上爬 这里还是不够安全 方块哥我们到楼顶了吗 我想还没有 我们得继续往上爬 我快爬不动了方块哥 坚持住 马上就要到楼顶了 这里是顶层吗方块哥 我不确定 这里有一扇门让我们出去看看 我们的村子都被僵尸给毁了 房子全部着火了 到处都是僵尸 我一定会想办法给村民们报仇的 这里还有一个门 我想这个门或许能通往顶层 我们走吧 一个楼梯 它会通往哪里呢 这里是什么地方 看起来像一个房间 还有电视和沙发 或许之前有人住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宝箱 看看里面有什么 是食物跟水 我们正好需要这些 虽然不知道这些食物是谁的 但是很抱歉 我们现在非常需要这些食物 如果我们再不补充一些食物 我们可能就会打掉 什么东西在想 我想是这个电视 打开看看他在说什么 就在刚刚 由于全世界爆发了僵尸危机 现在全球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请所有人不要出门做好房子 储备好食物 听到了吗 大傻春 这看起来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 难道现在已经到世界末日了吗 我们是不是要嘎掉了方块哥 须别出声 我听到了脚步声 他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怎么办方块哥 该不会是僵尸吧 如果是僵尸的话 我们就完蛋了 因为现在我们无处可逃 只能乖乖等死了 我不不是僵尸 你是谁 这里是我的房子 我才想问你们是谁 我的名字叫方块哥 他是我的好朋友大傻春 很抱歉我们闯进你的家 因为这里爆发了僵尸危机到处都是僵尸 我们只能来到这里躲避它们 好吧 我叫凯莉 是一个特殊的彩色村民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全都被僵尸给入侵了 不过这座塔是安全的 我想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真的吗 或许我们可以帮你 我们打算和凯莉在这座塔里面建立一个新的博度 开启新的生活 这是我们新地大家庭 凯莉是我们的国防部部长 他保护我们免受僵尸的伤害 这里是我们的控制室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电脑了解外面的情况 其余这些是跟我们一样幸存下来的村民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直接观察到有监控的地方 如果有僵尸出现到镜头前面就会马上发出警报 不过僵尸应该爬不了那么高吧方块哥 话虽然是那么说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现在让我们一起去顶楼看看吧 转动这个开关 就可以打开通往屋顶的大门 这真的太酷了 让我们来看看上面的风景怎么样 让我们继续往上 去塔顶那里 这是我们的狙击手 他的工作就是在塔顶这里观察 如果有僵尸靠近他就会马上击灭僵尸 我们下去吧 让我们继续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安全的小国家 我们花了六个多月打造了这里 现在的这里应有金融 这是我们的农村 我们在这里种了很多小麦和蔬菜 现在我们根本不用担心食物的问题 走吧让我们去下一个地方 这里是我们睡觉的地方 这张是我的床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快跟上大傻村 这里是我们的公共空间 一个小商店 平时大家都很喜欢来这里过 这里不仅有很多蔬菜水果 还有饮料机和冰激凌 我太喜欢这里了方块哥 这个商店老板还是一个武器专家 只要你想 它可以帮你制造所有你想要的武器 太酷了 让我们一起去天台上吹吹风吧 方块哥你觉得这下面会有僵尸吗 不用担心我们有非常强大的安保系统 只要启动这个开关 这里就会不停地往下射减 还有这个更厉害的 这里可以往下面喷射岩浆 如果僵尸感靠近这里都是必死无疑的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 请给我点赞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